我想做一期忏悔的节目 突然意识到自己像一个卖国贼一样 学习的都是所谓的西方的那一套东西 数理化,我学的比较好,理工科嘛,数理化 然后其实我一直想出国读书 然后后来我工作赚钱 然后自己去美国读了一年书去学导演 读完书回来就是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些问题 就是中国的电影行业为什么没有美国那么好 一直看,一直喜欢看外国片,不喜欢看中国片 因为我觉得质量真的不是很好 就是非常的崇洋昧外 就是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理解 就是我其实特别的喜欢西洋的那些东西 然后对自己国家的这些文化完全都是不屑一顾的 后来我真的就慢慢意识到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超越国外的电影 就是因为电影这个体系就是国外人家建立的嘛 然后我们一直是跟风学习 我们中国的电影行业发展很短嘛 那美国已经一百多年了 当然这个超越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嘛 那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更深层含义的东西在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电脑也好 手机也好 还有我们现在住的这些钢筋水泥的这些楼房也好 其实它都是西洋玩意儿 就是我们最早有一个词叫养火 就是火柴嘛 那是老外发明的一个火柴 我们中国人以前用什么来点火 我不知道 这就是可耻的地方 我居然连我们中华民族用什么来点火都不知道 侵略肉体只是特别原始的一种侵略 但其实文化侵略才是最大恶极的一种侵略 我们我一直觉得我们试图在超越 就是超越美国的经济 超越美国的技术 我们一直在做这种超越 其实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用这套西洋人发明的数理化去理解世界 然后想用数理化去超越他们所谓的技术高科技 就是有点像我们在跟他们用刀叉在比吃饭一样 他们用刀叉吃牛排 我们学习他们用刀叉吃我们的油泼面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古代的智慧 我觉得我基本上接触的非常少 这两天我有在看那个老子的道家的一些理论 就是一收二二收三三收万物 这个简单的道理 但是我突然发现它其实真的就是宇宙的真理 老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宇宙是从一个所谓的一开始变成的二 这个二就是阴阳也就是西洋人理解的正负电子嘛 这个正负电子的组合组成了三 三就是所谓的原子 这个原子组成了世间的万物 突然觉得老子的这套理论啊 就真的这套理论 你去推任何东西都可以推得通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去把这套东西发扬光大 反而是用了去学习西方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突然发现中国人其实是很擅长图形思维的 你看其他的全世界其他国家所有的文字 它都是一种符号文字 只有中国的文字 它是一种象形文字 它是用我们看到的东西转换成简单的笔画 就有点像一幅画 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 它都是符号号的东西 就感觉它是一种程序 就有点像 就是我们是在用图形在思维世界 但是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是用符号 就有点像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关系 我们分析东西是用的模拟信号 是用这个东西的我们看到的样子来分析它 但是其他国家的人 他是把这个东西用数字做编码 就是零和一 他们理解世界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了数字 来理解这个世界 包括我们做的各种复杂的那些数学练习题 高等数学练习题 物理的概念 化学的概念 他们全都是把一个真实的东西符号化 就有点像虚拟世界 为什么说我们感觉我们的地球都要被虚拟化了 以后都是VR的世界了 这就是他们这套理体系 他们这套虚拟体系最后会把这个世界推向这个VR的世界 我们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图像化的思维方式 已经被他们这种所谓的数字化给腐蚀了 不会用毛笔写字 看不懂文言文 读不懂我们古代人的智慧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传承发扬 我现在学的东西 英文 英文说的挺好的 出国读书 读的都是别人的思想 别人建立的这套体系来理解这个世界 他们的理解非常的简单 他们就是数字化 片面化 因为西方人所有的理解都是先假设一个概念 所有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他这个假设上的 就是他们假 他们设想的 就所以推导出来的东西也都是一个假设 它只是一个特别表面的一个假设 为什么很多东西他们推导不出来 很多东西他们解释不了 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体系 不完全的一个科学 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图像化思维 它就是非常非常完全的 我们的中医 我们的气功 我们的 我们的戏曲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真的对这些东西 简直就是完全 一点印象 一点概念的 从小也不学 不学四书五经 不学所有中国传统的东西 我们不去传承 不去学习 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们用别人的智慧 来跟风去理解 就举个例子 就像一个街道上 开了一家奶茶店 这家店特别火 我就跟风 在旁边开了另外一家奶茶店 我装修比它好 我配料比它多 我的理念比它更进步 我的店员比它更漂亮 是很有可能我比它生意好 但是呢 它永远就是跟风的一家奶茶店而已 这个世界不需要跟风 这个世界需要创新 创新是什么 是用我们的文化去影响世界 我们的气功是老外在练 我们的文字老外喜欢 前两天网上横火了那个 飞玉青的那首歌 就是中国的文化 我们只是没有把它很好的输出出去 我们都是一直在输入 吸收 我们都是出国留学 去学他们的好东西 现在出国留学成了一种风情 现在大学里头我都没学过语文 大学里头学的都是数理化的东西 学的都是英文 英文不过关 你大学不能毕业 这是中国 我们自己的文字 我们没有好好学习 我们不去学我们的文言文 不去理解我们古代的智慧 我们都是学别人的东西 这套东西它太片面了 它都是假设 它建立的都是基础 都是假设 举一个例子 我认为万有引力 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一个理论 实际上有万有引力 就应该有万有赤力 就是我们老子讲的 医生的那个二 阴和阳的关系 有阴它必须就有阳 有引力它必须就有赤力 就像为什么 电子绕着原子核在运动 它不会被吸进去 所有的恒星绕着它们的行星在旋转 它不会被吸进去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 它是既有引力又有赤力的 星体之间也是既有引力又有赤力的 就是它都有一个范围 我们都是在它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它这个轨道里头运转 所有围着中心运转的东西 你都可以理解为电子 为什么 两个星球之间不会无限接近 然后撞 然后撞在一起 是因为它们的赤力 你离得越近 赤力越大 你拉得越远 引力越大 其实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就跟人跟人的关系是一样 我们走近了 我们就会发现 哎呀 好像离得太近了 我们要稍微离远一点 我们离远了 我们又会想念对方 这就是跟天体之间也好 原子里头的这个力 它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一个引力和赤力共存的这么一个力 近了就会有赤力 拉远了就会有引力 它都是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它才可以平衡的 整个宇宙就是在这个不近不远的距离中平衡的 为什么是做圆周运动 是因为圆周运动才保证了 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的平衡关系 你如果是其他的运动 他就离开了 只有圆周运动 他们之间的距离才可以保持这个样子 中国人理解世界是看 用肉眼去看 老外理解世界是用猜的 他们的体系就是一个靠猜建立起来的体系 我们摒弃了老外这些东西 发扬自己国粹的这些理念 才可以把这个世界认识得更清楚 因为我们一直是用阴阳的理论来理解世界的 就像老外现在的西方的科学家 他们非常排斥玄学 他们所谓的玄学 其实这不是玄学 电生的磁 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电是看得见又摸得着的 电生的磁 磁生的电 电和磁是互相生互相可的 就是我们相争相可的概念 磁又是什么呢 磁就是我们所谓的意志 意念 我们的想法 它都是磁 这实体 质子 它是一个实体 它就是所谓的物质 电子 它就是带着我们的这个磁信号 它就是思想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声音的话 那个声音一定是片面的 一定是有相反的两个声音 再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西方的科学家是说 光速是最快的速度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速度 速度是什么 速度是他们定义的一个东西 速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 这一速光 在运动中 这一速光 它运动的时候 它向上它的正前方 再发出一速光 这不就是二倍光速吗 这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就像我们现在不觉得我们在动 其实如果把我们放到宇宙中 我们是在疯狂的围着太阳系 在做旋转 我们都是在动 只是我们没觉得我们在动而已 所以速度的概念 本来就是相对的 我们要用相对 要用到家这个阴阳的理念来理 我自己也不信中医 现在的中草药 它已经是人工的了 以前古代人吃的中草药 它都是纯天然的 所以我不信中药 所以中药现在也没作用 也是因为这些原材料 它已经变质了 它已经跟古代 跟李时珍那会儿采的那个草药 已经不一样了 虽然它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完完全全药性都不同了 根本就不像以前书上写的 那个结果了 但是七宫呢 因为我外公以前练七宫 以前小时候我就觉得七宫 这东西 这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 现在好像感觉 大家也对七宫是一种 觉得它是玄学 然后没有什么人在练七宫 其实七宫 它真的就是一套 即保健 治病 和延年益寿 这一个东西 就是中国人的养生 中国人不花钱的一个养生 大家现在对不花钱的东西 尤其是我之前也是觉得 不花钱的东西 它一定不好 钱越值钱的东西越好 这是我以前的一个 一个想法 但是后来我真的发现 包括金钱的体系 它也都是西方的一个 一个思想 包括什么股票啊 期货啊 这些这些东西 贷款啊 这些东西 它真的就是一 就在毒害中国人的 我们就是被它 禁锢了 我们本来应该是去学习 生存的技能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去之后一定会慢慢会消失的行业 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行业 为什么呢 因为钱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什么 空气 水 食物 我们只需要这些简单的东西而已 我们现在连这些基本的技能都不能保 保证 我们怎么生存下去 所以 很多人就排斥 就就为什么我觉得以前要送到农村去跟农民学习呢 这农民掌握的都是生存技能 所以万一以后有什么大事发生的话 能活下来的一定只是农民而已 然后再危险一点的灾难发生的话 可能人类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能留下来的东西 一个就是海里头的那些缩料颗粒 再一个可能就是景点岩石上刻的那到此一游吧 想想其他东西还有别的什么能留下来的吗 那些东西过个十年一百年一万年都都没有了 要么为什么古代的苏美文明也好 埃及文明也好 玛雅文明也好 他们留下来的都是自然的石头造出来的东西 用自然界的东西造出来的东西 你像我们这个这些高级水泥的这这楼能扛十年二十年 现在这房子都各种裂缝 这刚建好的都各种裂缝 如果我自己还一直去重阳被外 学习外国人的东西 想去超越外国人的话 那就是太愚蠢了 因为我发现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 真的是博大精神 真的 你随便另一个古代人说的那么一句话 你都可以去把它发扬光大 它就是一种文化 这就是我们自己中华民族古人的智慧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DNA就决定了 我们是以图像化的东西去思考世界的 我们思考的世界更全面 老外他们的那套用数字 用公式 用假设建立的那套体系 它太片面了 它只是点状的了解世界 我们起码是用一个完整的图像去了解世界 就像我们发明火药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是用公式去证明这个东西加这个东西 生成什么东西去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一定是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啪爆炸了 这就是火药 这才是了解世界最直接的途径吧 如果是西洋那套理论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转化成一个符号 假设这个符号是某种某种含义 然后再去推导它的某种某种兴趣 这不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我突然一下是觉得我学 我以为学英文让我打开了对世界的窗户 突然我发现我反而是学了英文 打开了这个世界窗户 我发现国外的世界跟中国这个传统的 我们这个国大精神的这些所谓的大思想家的那些东西 没得比 他们现在只看到了物质非常非常片面的那些点而已 要么为什么这么些年过去了 我们所谓的文明 它其实真的是一种倒退 我们看看古代的我们看看我们前人的那些思想 就知道我们一直是在倒退的 只是我们还乐此不疲的在跟风吧 我自己也是 乐此不疲的买外国人的买外国人的音乐 听外国人的音乐 吃他们的饭 用他们发明的这个电子产品 用他们发明的网络 然后把我们自己慢慢慢慢的虚拟化 虚拟成一个他们建立的一个世界 要么说我们其实 当时我我觉得爱国是一个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爱国爱国 到底这个国家是什么 国家我我开始理解 国家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 如果没有人民的话 国家就不会存在 所以爱国是爱的人民 爱人民爱的是什么呢 人到底是爱的这个身体呢 还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我们看 古代我们的人能留下来的都是他的思想而已 这些思想被刻在石头上 他的时间留的比较久 如果写在书上 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比较少了 距离就比较短了 所以我突然发现人的身体的死亡 它是第一层死亡 扣扣里头演 人的第二层死亡是被别人忘记 那忘记 这一层含义比较大的是什么 如何才能不被人忘记 就是你的思想要留下来 你的思想要对这个世界有用 然后你的这个思想被别人再去继续开发 就是老子 为什么没有老子2.0 老子3.0 老子4.0 就是因为它断掉了 我们把它抛弃了 它就死了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DNA里 就是传承了我们要去把这些东西发扬光大的 看看我们现在 还有几个人在写毛笔字 在唱戏 在践行中药的东西 在练气功 太多了 我们只是我自己为什么要忏悔 是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然后我现在真的特别想去了解 和把这些东西发扬和传承 然后变出他们的2.0 3.0 4.0 建立我们的文明 建立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文明 而不是一个跟风的一个 所谓的科技帝国而已 我们一直在 觉得我们在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 在努力地实现所谓的四个现代化 我们在为自己赚钱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所谓的生活 做努力 这种生活是什么呢 是西方人的生活 是他们 是他们影响我们的生活 是他们的车 他们的房 他们的别墅 他们的饮食 全都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就是受这些东西的影响 后来我发现我们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赚钱 这些钱最后都去了 基本上都去了犹太人的兜里 就是那个所谓的罗斯查尔的家族 52% 拥有地球上52%的财富 我们到底在为谁打工 我们不是为银行打工 不是为国家打工 我们是在为这些建立金钱体系的这帮人在打工 这些游戏的人 我们在为他们打工 如果我还在为赚钱而努力的话 我们就是在为这些人打工 我们不是在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努力 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靠我们对我们前人的智慧 做一个升级换代传承的一个过程 我们才能建立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个文明 让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发扬影响整个世界 才是真正的爱国